哈囉,大家好,是數位黑膠圖的,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我們先前幫許多有關各行各業去兜不同的支架,不同的剪製 那這次比較特別,我們要替一些就是每天在替病人看病的醫師們 簡單幫他們的剪製,就是符合他們的擴影系統 就過來一起跟我們看一下吧 OK,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其實在兩年前我們曾經遇過一個醫師 跟我們來找就是有關於這樣的設備 那他又不想要就是很像路邊叫賣的 那又很希望有音質,還有就是看起來夠隱藏,夠小巧 那當時的時候其實大家那時候最終的選擇是走 就是走圓鋼的架構系統的這套,就圖片上的這套無線麥克風 但漸漸的可能一年過去了發生一些可能產品的小瑕疵 或者是到了近期就是產品已經停產了 他們已經找不到說到底該買什麼樣的設備 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的時候就引發出了就是新的架構 那就一起過來跟我們看一下 OK,那我現在就是帶在頭上的就是一般標準型的 擴音式的頭戴麥克風 那這種麥克風的好處是他離嘴巴比較近 所以聲音收到算清楚,但體積就是可能缺點比較大一些些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你常常看到的可能戶外使用的這種洞穴式麥克風 那這種麥克風的好處都是他其實就算你聲音擴得很大聲 他也比較不會造成回收的這個情況 那為了不用這種麥克風跟這種形態 那我們就想到了另外一個架構 我們就是使用上次在影片上面介紹的Holyland的就是無線麥克風 當作他的麥克風手音 那我們就會直接把這個麥克風然後別在我們的領夾上面 那我們再透過接收器 然後再透過轉接線就接到我們的擴音喇叭上面 來看一下吧 OK,那來講到今天的主角 那會擁有這樣的架構其實歸功於有這顆喇叭的出現 所以我們才就是想說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組合 那首先是無線麥克風別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直接做收音 然後由接收器這邊就接收到他的訊號 所以這個的聲音就可以直接進去我們的音響設備 或者是錄音設備裡面 那我們標準在相機錄音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麥克風的Label它在低的 但是一般的這種喇叭音箱 它其實都送上面這個Line的Label給你 所以會變成說你的麥克風Label很低 它會幫你放大再送進去 那Line的Label很高 它會把你降下來再送進去 當你今天把你的MineLabel插到LineLabel上去的時候 你的Mine明明很小 你抓上來它的槓鈴更小 所以你就會變成 必須要把你的Pre開得非常大 它才有正常的放出聲音 那這組Yamaha監聽喇叭 它可以直接就是在前面這邊直接去設定說 你可以直接輸入麥克風的Label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很順利的把聲音送進到這邊 那我們就接起來給大家稍微感受一下擴音這樣子 OK 那我就快速正式安裝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就是Holyland Lock M1的麥克風 那麥克風的部分它本身就是像一個AirPods的充電盒 直接拿出來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它在閃燈的時候表示它在連線 那如果燈已經很亮就表示它已經連上了 那有一邊在閃是因為它現在另外一組麥克風沒有拿出來 那我們就把發射器這個麥克風的部分別在我們的人身上 好 那別出來了之後呢 就是我們再把接收器透過轉接線 就是有個out 然後再直接用我們多準備的一個就是轉XR的麥克風頭 然後記得這邊的話都是說先把音量先關到0 就是都沒有聲音 然後高中低音頻的部分 你們可以看一下圖面 就是我們的預設其實就是低音少一點 然後高音多一點點 但是看個人喜好其實沒有絕對 然後我就把XR的音頭 然後這邊切到mine插進去 那切到mine了之後 然後你開始你們幫我把就是減號這邊按到最低 因為我們會希望收進去的音量 這個麥克風是最小的 然後再有扣音的音響喇叭這邊去放出來 好 那這組麥克風它其實可以連續持續使用大概5到6個小時 而且你在看整個過程中 如果要換麥克風它還有另外一支麥克風可以當你做備用 或者是後面的Type-C直接一直插子充電 對你來說也是很快的 好 所以現在在0的狀況下就先開點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就是怕會有這個回收的狀況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你可以把喇叭稍微去轉別的方向 然後一邊轉一邊去調整 這樣子 那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很希望就是如果你有別一個領夾 對不起 你有就是直接穿衣絲袍的話 那這樣子可以對著你的嘴巴做很棒的手 那這樣對你來說就是很方便 那就是這個架構式目前我們覺得就是你在使用上 然後可以做很小的擴音系統的一個方法之一 那我們就來做總結囉 OK 那其實這套系統架構它有它的缺點在 就是我剛剛說的可能回收的部分 所以變成說你喇叭只要放遠一點 基本上就是安全 但有時候還是會怕說不小心 就是稍微Feed了一下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有覺得你有更好的架構 也歡迎跟我們推薦 或是說出你的想法 我們會盡量幫你去找合適你的產品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下午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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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